今日,王俊凯的工作室更新了一条最新的动态,更新的内容是王俊凯的一组九宫阁海边大片。 这组大片,对于王俊凯的粉丝来说,是莫大的福利了,毕竟小凯一直在认真的闭关拍戏,全身心都在认真拍戏上,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拍摄照片,所以估计这组图片是很早之前就拍摄完成了的。 照片中的王俊凯,可算是认真的表达了什么叫做少年感,时尔穿着深蓝色衬衫,深情又温柔望向镜头,时尔又侧头看向别处,估计有很多粉丝看到这张照片后,都把自己带入情景了吧。 毕竟这样的王俊凯,着实是有点深情,正常人一般都招架不住,更何况是粉丝。 然而,王俊凯的另一组风格却是满满的学院风,仿佛是身处海边的学长,站在沙滩上眺望远方,有时又拿着相机望向镜头, 满满都是互动感,仿佛是隔空在跟粉丝互动。 据说王俊凯的这组照片,是跟刘浩然和董子健在录制恰好是少年的节目中拍摄完成的,估计三人在现场,也是玩得不亦乐乎吧。 毕竟三人的关系都非常的要好,也能玩到愉快去。 说到王俊凯,大部分人都是对他的称赞和欣赏,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演戏演技,都是很值得称赞的地方,在昨日的一个采访视频中,电影断桥的导演李玉,就Q到了王俊凯, 说这部电影邀请王俊凯来演,是因为欣赏王俊凯和相信王俊凯。 最近开机的重生之门,也传来了最新的拍摄路透,路透中的王俊凯,可以说是大学生本人了。 虽然在拍摄过程中偶尔会传来粉丝的尖叫,但是粉丝们都很有礼貌的,没有去打扰王俊凯拍摄,可能这就是王俊凯和粉丝之间的心有灵犀吧。